目前全世界有添加萊克多巴胺 在猪肉飼料当中的26个国家 是哪些国家 那可能要看一下那个表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26个国家里面 有哪些国家的猪肉有进口到台湾 有 像澳牛嘛 加拿大 美国 还有呢 还有呢 有很多国家都有进口到台湾 你知道吗 你问我有菲律宾 南韩都有 你知道吗 所以之后你要让每一个国人 每一个老百姓 都要知道 有哪些国家要含萊克多巴胺的猪肉 可能会进口到国家 所以不是只有美国 你们现在误导所有的民众 以为只有美国的猪肉有萊克多巴胺 明年1月1号会进口 其实加拿大 明年1月1号 它如果也是有进口萊克多巴胺的猪肉 民众会不知道耶 所以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不直接去标示 猪肉是不是有萊克多巴胺 而是标示产地 你标示产地 我觉得你根本是在做一个烟雾弹 那最好的选择还是国产猪 那至于说不标示 为什么不标示 所以你的意思是 国产猪以外的猪肉都不能吃吗 因为你现在 你给民众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是完全不清楚的 就像我刚刚问你 目前26个允许 用萊克多巴胺为饲料的 养猪的国家 有哪些国家进口进来 你都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你还是主管单位的部长 更何况我们这些一般的小老百姓 郑委员好 部长好 副主委好 那个我在想说 其实我们对于 韩萊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 其实是一向是反对的一个立场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政策 根本就不应该推动 那就是因为之前 蔡总统的一个记者会这样子 然后你们就跟着配合 就开始把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定 送到委员会里面来 所以我们今天在 审那个 散装食品标示 这相关的一些案件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本身觉得事实上是 很不舒服的 因为在一个政策都还没有真正通过 就开始在做一些 西部的执行面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 政治上面的一个多数的暴力 在霸凌我们所有的民众 还有霸凌我们民众的一个健康 不过因为已经送进来了 所以我就也要跟着一起 来审这个部分 那我想要问一下陈部长 就是有一个问题 很多委员也都问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标示 这个猪肉到底有没有莱克多巴胺 为什么不能够标示 只能够标示产地 因为第一个大概说 产地的范围比这个 莱克多巴胺的范围要来的大 所以清楚了产地之后 就可以避免掉民众的一个 就是说他选择错误 是 部长 可是我觉得 你说产地比较大 可是坦白说 美国不是所有的猪肉 都是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吗 现在新的讯息进来 在美国有用莱克多巴胺飼料 去饲养的猪肢已经荡到20%以下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 产地的一个标示 而不是去用一个具体 莱克多巴胺的一个标示 因为对民众来讲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 我选择的不是产地 我可以选择是不是有莱克多巴胺 莱克多巴胺才是 我们真要去判断的标准 而不是产地的一个标准 所以要进一步的选择 那就是厂商如果他自愿性的标示 我们也不反对 不是不反对 你担负保护国人健康的一个部长 你怎么说你不反对 看厂商因为不愿意去标示 我觉得你应该要站在 最源头的部分的时候 就把这个整个制度把它定下来 如果整个政策挡不下来 应该要从你这边 就先把整个标示能够清楚 让民众能够选择 我要吃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还是我要吃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你不能把它推给厂商啊 没有我们第一层就因为有产地了嘛 我说刚才产地的关系是比莱克多巴胺要来的大 所以你选择了对的产地 你就不会有误选择的问题嘛 那第二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另外是一个商业行为的一个选择 只是要吃一个猪肉而已 你要让民众去过这么多的一个筛选 每个民众又不是像你一样 是一个专家 是个牙医师 很多民众他们对于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认识 而且我想请教一下部长 如果这项政策真的被 霸凌民众的健康而推动进来了 我想请问一下 明年加拿大的猪肉是不是一样可以进口 加拿大猪肉是今年1到9月份 进口猪肉最多的一个国家 他当然就可以进口 那加拿大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是不是也可以进口 他也是符合安全种许量 所以部长我想请问你一下 目前全世界有添加莱克多巴胺 在猪肉饲料当中的26个国家 是哪些国家 那可能要看一下那个表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26个国家里面 有哪些国家的猪肉有进口到台湾 有 像澳 纽 加拿大 美国 还有呢 还有呢 有很多国家都有进口到台湾 你知道吗 纽奥有菲宾 南韩都有 你知道吗 所以之后你要让每一个国人 每一个老百姓 都要知道 有哪些国家要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可能会进口到国家 所以不是只有美国 你们现在误导所有的民众 以为只有美国的猪肉有莱克多巴胺 明年1月1号会进口 其实加拿大 明年1月1号 它如果也是有进口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民众会不知道耶 所以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不直接去标示 猪肉是不是有莱克多巴胺 而是标示产地 你标示产地 我觉得你根本是在做一个烟雾蛋 那最好的选择还是国产猪 那至于说不标示 为什么不标示 所以你的意思是 国产猪以外的猪肉都不能吃吗 因为你现在 你给民众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是完全不清楚的 就像我刚刚问你 目前26个允许用莱克多巴胺为饲料的养猪的国家 有哪些国家进口进来 你都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你还是主管单位的部长 更何况我们这些一般的小老百姓 而且小老百姓这些到时候要吃的时候 在整个基层民众当中 一般的素食当中的 庶民的食物当中的时候 你要他们怎么去衡量 他要每一个民众都要知道 有哪些国家的进口的猪肉 是有莱克多巴胺 你要这样子让每个民众去判断吗 那你知道 西班牙的猪肉没有莱克多巴胺 他的产地是OK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让民众要先去分辨 哪些国家有莱克多巴胺 你不觉得这样子的 主管单位非常的不负责任吗 不能这样讲 动物产品的用料有很多 那你只有针对莱克多巴胺定的话 那其他要不要定 你也可以把它标示出来 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 我们都希望对人体有害的残留物 我们都希望把它标示出来 吃一块肉可能就要带一本书啦 不用 你把所有的食物标示在民众当中 所以你现在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完全是在无理取闹 你觉得民众要吃肉要带一本书 你现在状况不是也是要叫民众 要吃肉的时候 也是要准备一些资料 要先建立一个很足够的一个框架 知道台湾有哪些进口猪肉 有莱克多巴胺有哪些进口猪肉没有莱克多巴胺 而且这还不是你可以让大家直接知道的 你要让大家先去查这进口猪 它有没有用莱克多巴胺当资料 一个简单的事情可以解决 你为什么不做 要让国家耗费这么多的一个心力 民众耗费这么多的心力 来面对你这个决策不当的一个责任 其实这都是有一定的脉络啦 开放美国牛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 开放美牛那时候在野党 他们允许这样的状态 2020年的时候你们需要开放猪肉 韩莱克多巴胺的时候 在野党不允许这样的状态 好